If we ever broke up I'll never be sad Think about everything that we had If we ever broke up 大家好我是龐德 如何用TimeProKit 製作AI動畫 如果你有看過之前的影片的話 它其實安裝步驟跟旁邊的 Ibsense Utility 是相同的齁 首先呢 我們先來到它的網址 它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生成影片超過20幀的話 20幀以上無法用EB層次生成 老樣子點Code.io我們點複製 到你的擴充功能 我們從網址安裝一樣給它貼上 貼上之後我們點安裝 安裝的話它出現安裝我們點已安裝 重新啟動 好了之後呢我們就來到 TimeProKit插件 一樣我們要下載這個EB層次 如果你有下載就不用再下載了 一樣要下載FonePack 如果你之前已安裝過就不用再下載 File是下面的第一個 看到Game Master Builds 下載第一個7C的檔案 我們點下載 解壓鎖之後TagBin 我們來到C槽的位置 我們點建立一個文件夾 我給它建立一個文件夾 叫Path 把Bin裡面的解壓收資料夾把它複製 到剛剛建立的Path 給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點鍵盤Windows鍵加R 打上SystemCode 來到系統內容 現在我們點進階 點環境變數 選擇使用者變數選Path 然後我們點編輯 編輯我們新增 向往這邊已經有新增過 把剛建立資料夾入境複製 點新增貼上 我們就按確定 好我們就確定 我們打開你的命令題字緣 我們先測試一下 我們打上FonePack 出現以上的英文就代表安裝成功 好了之後來到TempleCat裡的 第一個Pre-processing 選擇你要的影片 我們看到Size 用分割網格圖抽取4張降低閃爍 選2會分割4個網格圖 選3的話就是9張網格圖 各位可以試試 我今天測11 然後高分辨率我選1080 多少幀深層關鍵幀 可以默認試試效果 我自己大概抓8秒 乘多少等於30 比如8x4等於32除2等於16 EBS in Small G的打勾 建立一個資料夾 複製路径位置 貼上 8xRAM打勾 Word keyframe所設定 官方說2比較好大家可試試 超過10秒以上影片一定要分割影片 超過20幀圖也要分割影片 不然會爆錯誤 所以這個一定要打勾 我們點執行 Input就幫你分割好圖片 好了之後我們圖深圖 把你正向反向值打上 選擇一張Input的圖 選擇你的大模型 選擇你取樣的方式 面部修復打勾 寬高度選擇影片寬高度 縱繪幅度降低0.33 開啟修復臉插件 CtrlNet啟動 選Tile 完美像素 選平衡 選採檢調整大小 第二個CtrlNet 吸用 選Hight 平衡採檢調整大小 好先生乘一張4x4 假設你想要的風格圖 複製上種子 到P次 種子貼上 只有兩個要更改 輸入目錄跟輸出目錄 Input 複製路徑 到輸入目錄 輸出目錄Output 我們按生成 Output 生成動漫圖 這時候我們來到插件 然後我們點最後一個 資料的原影片 投入進去 再把資料入進 複製Input Folder 的位置貼上 關鍵針射30 put side 1 解析度1080 Buds side 16 經營 最大關鍵針8秒大概350 包括的Frame所設定 我們點配Pairware AppSynth 開始幫我分割所有圖片 跟個好的序列針圖會在Frames 動漫針圖會在Keys 打開EB程式 把Keys拖入Keyframes 把Frames拖入Video 我們直接點Run Out 切記要從一開始零資料加 然後他就會幫我分割了很多資料加 每一個資料加都存在了一個分割圖 最後我們再生成影片 然後他就開始把我們合成資料加的圖片 合成完會出現MP4檔案 最後我們打開影片看最後效果 這是影片最後的效果 如果你覺得閃爍還是很明顯 我們打開AI修補軟件 有需要留信箱或者寄信給我 我宣布真60增加4可以出出 然後打開防抖模式 選自動兩個打勾 導出 左邊是沒有修補過 右邊修補過 記得按讚 下次見我也拜拜囉